垃圾分类已经执行了好几年了 而我们上海作为最早执行垃圾分类的城市 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呢 可以说一塌糊涂 本来呢我觉得最起码 一些人垃圾不分类归不分类啊 但起码都还是可以扔在垃圾桶里面的 但是现在呢 马路边的垃圾桶周围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垃圾啊 我们都不说郊区了 我们就说市区啊 每天晚上什么喧化路啊 凤岗路啊 安息路啊 每一个垃圾桶呢都是垃圾集散地啊 而且看了一下这些垃圾袋 感觉他们里面也是没有分类的呀 甚至于树边也全都是垃圾啊 说出去这是上海有人信吗 垃圾桶上还好意思贴什么分类心事上讽刺吗 人家都不朝你里面人直接扔在旁边了好吧 问题呢主要关键的还是在于 很多小区是现实扔垃圾的 这个真的搞不懂啊 你说怕人家垃圾不分类 那不扔垃圾桶你们就无所谓了是吧 你们只在乎扔在垃圾桶里面的有没有分类 对吧 那些回来的晚的就只能扔在外面了 那路口垃圾桶又小 那就只能随便扔了呀 说回来垃圾分类固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市民的素质还不足以完成 甚至于一些中老年人 他们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就已经可以烧高香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垃圾分类可以更好的优化一下 对了最后说个建议啊 你千万不要因为现在路口垃圾桶全都堆满垃圾了 你就把路口垃圾桶也给拆了啊 那现在起码还是能够做到扔在垃圾桶边上的 起码还集中起来了 你要是路口垃圾桶就拆了 那么那些人垃圾就不管了呀 马路上随便乱扔了呀 可能就连集中都做不到了 你千万不要高估有些人的素质 谢谢